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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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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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因就消失了 再从这个果 又横水转成什么 心熏的 所以它这里有个横水转 随时 马上就有心熏的种子 往下 过程当中 经过这里是什么 性决定 然后在这里又要带种人 进来的种子再出去是很久 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 过去很久远以前的种子 这个时候正好成熟了 所以就会往上 变现出果报 然后再从果报横水转 变成心熏的种子 种下来 所以这个叫性 过程中就性决定了 因为这个几乎 善的多 善性的种子很多 进来又要带种人 而这些种子 是从这里的果报来的 所以是引致果 它引致于它引致于上面的果报 好 那一方面 如果二能变的话呢 这个叫做因能变 这个叫做什么 果能变 也可以叫做两种 因能变 果能变 这是不是从因缘出去的 从果报回来 如果是二能变 三能变呢 易熟能变 施量能变 了尽能变 了尽能变 所以在我们的第四页这里 所以是种子起线形 线形在回熏 回去 好 那所以呢 会有本有的种子 这里会是有一个本人 会是本有的种子 然后心熏的种子 那当然这种说法 各家有一些差异 但是如果以玄奘大师这一系的话 会采取谁的 护法 对不对 护法戒贤的这一 这个部分 所以在第265页 66页了 第265页我们可以看一下 种子它有什么 有本有的种子跟什么 心熏的种子 那其实这里各家还有不同的主张 在第266页呢 第三个是个护法 所以为什么要介绍前面的历史 就是因为 要知道玄奘大师 他采取的是个护法戒贤 大师的这一脉 所以第266页 护法论识的主张 他采取折中的 也就是两类他都接受 也比较合乎整个的 因为有本有的跟什么 心熏进去的 又有本有跟心熏的 然后呢 因为这些种子又有 有肉的种子跟什么 无肉的种子 那这个其实跟有为无为是有关系 那在这个第268页 有肉种子 它会有名言种子 我之 种子跟有之 种子 这个在我们的图表 第12 第12个图表 第12个图表 我们现在几乎 我们都是以凡夫来说 都是什么 有肉的种子 我们之所以有肉 是因为我们有所执着 有所造作 所以叫做有为法 叫做有为法 所以我们在凡夫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有肉的种子 那么我们刚才画的那个涅槃 它是无为的 那这个是无为 也因为无为 所以会无肉 有为 就会怎样 有肉 我们是凡夫 我们都是有为的 所谓的有为就是 有执着 第七意识 的执着 是不是都自动升起 它会自动的升起 所以我们说要从有为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叫做什么 折灭 折灭 因为我们的苦极灭道 这也是灭向的现前 灭掉有为 灭掉有肉 有执着 苦极灭道 到圣者 达于灭地的现前的灭 过程当中 当然就是要 要修什么 修道 那这个道呢 就是修 波瑞道 修波瑞道 如果以菩萨道来讲 六度万恨 五度如芒 波瑞为倒 是不是它才能够向上向上 向上提升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一直在什么 一直在苦极当中 不断地去感受苦果 所以因为我们不断地去极 所以这个极本身 也是一种原生的作用 原生之后 是不是就会有果报 我们 我们那个佛法所讲的 那个苦 不是苦受乐受的苦 而是什么 无常故苦 因为我们在原生 原灭当中 这是不是都原生出来的 之后是不是也会怎样 原灭 我们在世间感受到的苦 是因为无常故苦 因为它没办法稳定 无法主宰 是无法主宰 所以这个极本身 这其实就是一种极 那就会有苦果的产生 因为这个果相本身 是无常的 那好不容易原生出来 又要面对原灭 又要面对原灭 所以就要去 要让这个极本身 去转化成什么 修道 那所谓的修道 修的就是三学八正道 尤其是会学上的 会学 就是要让我们的那个 去极的能力 慢慢降低 我们的执着强 我们的极的力量就强 极有的力量强 我们的苦 受到的苦会多 那那个起的烦恼 那个生死的轮回会快 那慢慢慢慢的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那个 去极的那个力量 要慢慢慢慢的 转化 变弱一点 是因为这里会慢慢的转染成静 要转染成静 所以我们说从有为达于什么 无为 要达于无为 所以呢这里会有有肉的种子跟什么 无肉的种子 到了圣者以上就能够达于无肉 所以它都会是用什么 用我空 法空 乃至二空 有没有 那这个空 是不是还是要从因缘法去下手 所以要透过见到 这里是见到位的现前 这个是修到位 修到位长 见到位就是 首先见到了真理现象的现前 涅槃的境界 那乃至无学到 无学到是四国 无学 所以我们说真理的现象 佛陀也讲 真理的现象不是佛陀能够去造作 也不是佛陀之外 愚人能够造作 其他的人能造作 真理的现象反而是透过不造作而产生的 而我们都习惯有所造作有所造作 那是因为我们的执着的问题 所以慢慢慢慢透过修到 其实是要慢慢放下执着放下执着 所以放下执着就是要透过因缘法 所以为什么要用否定式的符号 从有我到无我 从有我到无我 无我就是我空 那我们在凡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有肉种子 有肉种子有两类 一个叫做叶的种子 一个就是名言 名言当然就有险境跟什么 表意名言 那这个是属于等流的 等流习气 这个是属于义手习气 所谓的义手 专门在管生死的问题 所以第八诗 又叫做义手能辨 有没有 义手 它会变这个义性而熟 义类而熟 义食而熟 变义而熟 就是说这个义手的习气 叶种子属于义手的习气 有善恶的问题 那这边等流呢 像比方我们听经文法的 等流是善的 讲的是善的 我们就会等同 就说 起恶的机会 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或者去打个佛气 打个禅气 其实这些都是善的等流 善的等流 就说语言文字本身 他这个 应讯导师做了一个辟语 他说这个很像一个工厂里面 这边这个是材料 这是植料因 这边是动力因 叶种子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机器 在制作 在制作产品 我们的产品就是将来的义手 下一辈子的果报体 一手果 我们在制作产品 我们现在有生之年 在制作下一辈子的产品 就是我下一辈子到底投生在哪一道 投生到哪一道去 又要投胎 转世去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工厂一样 我们有一手 一手的力量 这个一手的力量 就是一种 就是好像机器在制作东西 但是是投入什么材料 投入的材料 其实我们都是透过名言的方式 每天早上一醒过来就开始 不仅眼睛张开 嘴巴也动了 是不是 就开始管东管西 缩东缩西 都是同样的比方 我们都在讲中文 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会自动分类 投到机器里头 它就分了善恶 比方同样的讲一句话 口气不一样的时候 那种不耐烦或是什么 你怎么这样子之类的 是不是起了烦恼 它就落到恶的这边去了 它有善有恶 所谓的夜袭器本身就是有善有恶 语言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善恶 每天要开口讲话 也讲一些有意义的 没意义的话 其实它也有一些无际性的 但是 但是往往我们说所谓的善 所谓的善 善是从性开始 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头羊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比较懂得很多的道理 尤其这种真理法则 种种其实它是善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因缘果报 这个修士圣地 八正道 三学 这些都是属于 优质的纸料音 它就会进入善的部分 但是我们如果说 习气不好 进入了黑社会 或我所讲的也同样在讲话 但是它这里面的话 很多是什么 是挑逗的 是不善的 语言 同样是语言 但是它自动就会 就会去归类 然后制造出来的 制造出来的果报就不一样 产品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 我们这里会有动力音 会种动力音 那这个等流习气当中 会有能取索取 能取是 我执 索取是什么 法治 所以这个叫做二曲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句话 在我们的 祭宋 后面 由朱叶习气 在第十七宋的后面 由朱叶习气 二曲习气 前一首寂静 后生 附生于一首 其实是有三种习气 熏习的习气 这里有个有之习气 因为它中文管生死 这个有之从哪里来啊 从十二因缘法里面 从十二因缘法来的 那这个十二因缘法呢 那这个十二因缘法呢 的有 其实它也是在造作业力的 在第十三页 第十三页 这里有个十二因缘的表 有没有 无明行 是明色六入 触受爱 取有 的这个有之习气 因为这个十二因缘法 它是货业苦 货业苦的一种循环 这个是图表的 图表的 第十三页 大的 会有一个十二因缘法里面的 有之习气 所以它总共是 是有三种习气 是有三种习气 这三种习气呢 也就是能取所取 有二取的习气 还有呢 就是有之的习气 有没有 它等流 等流里头 有能取所取的二取习气 有我之 跟法之 再加上有之 有之就是十二因缘法里面的 还是业 货业苦 它那个有之 是不是还是属于业的部分 因为那个十二因缘法里头的 促受 爱 爱取有生老死 是我们这辈子的 有过去的无名行嘛 去投胎转世 到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投胎 这个什么 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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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骨以后 那么我们是不是继续 会有所 爱 取有 生老死 的有之习气啊 有之习气 所以呢 会有所谓的共辩不共业 共辩不共辩啊 共业不共业 有没有 属于业系里头有共业的结果跟什么 不共业 就像我们说 同样是人有人的共业 同样都在台湾有台湾的什么 共业 但是我们又有什么 别业 别业就叫做不共业 就叫不共业 那 这个我 我执法执本身会共辩跟不共辩 也有所谓共辩不共辩 所以会 产生所谓的共相跟不共相 那共相就是整个的依报问题 不共相就是我们个人的正报 个人的正报 所以会有共受用不共受用 比方 依报里面的山河大地 依报里面的山河大地 是共相当中的共受用 我们在台湾的山河大地 我们在台湾的山河大地 是我们共相里面的共受用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家庭 自己所住的地方是什么 是不共受用的 不共受用 田园宅社 那 这个不共相是我们的正报体 也有共受用的 我们的共受用就是掩耳鼻舌生意 有八式 大家都有 叫做共受用 那它是属于什么 浮沉根的部分 就是长的样子 同样是人 我们都是在人道的众生 我们在人道的众生本身 那么掩耳鼻舌生意 我们有雷同的 有雷同的感受 跟所谓的恶道的众生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一个举例就是说 同样是水 对人来讲是清凉的 对于来讲说 这个是我的防射 对 恶鬼道呢 说这是它 它会觉得是浓血啊 那对天道来讲 它看到的水呢 如同水晶 如同宫殿一般 同样是水 不同的感受 是因为不共 这个也是不共业 不同的 不同道上的不共业 那我们同样是人 我们的那个器官差不多 但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 是浮沉 是那个静色跟就是 那个神经系统 每个人虽然都有眼睛的 这个器官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 视觉的能力 是不是不大一样啊 尤其随着这个 年纪 是不是也有老化的这种倾向 那这个 只有自己才知道 自己受用到嘛 所以年轻的时候很难去想像 老年人的感觉 等到我们是老年人才终于明白 老了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是我们每个人 自己的神经系统的一个作用啊 自己去受用到了 但是它是属于不共受用 就是我感受到的 跟你感受到的 是不是不一样啊 同样在用眼睛 同样在用耳朵 是不同的 那个神经系统的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会产生出未来的什么 一手的果报 就是未来的产品啊 下一辈子的设身 下一辈子的设身 所以 以这个名言种子来讲的话 叫做 亲因缘 亲因缘 用 思想 语言 是不是每天每天都在用啊 会自作自受的啦 是不是自己造作 自己去怎样 领受 自己造作自己领受 叫做亲因缘 它是属于植料因 它是属于植料因 它是透过转一的方式 它可以透过转一的方式 等一下再讲一下转一了 那如果是叶种子来讲的话 它属于助缘 助缘 不是亲因缘 就是它会有大体的一个倾向 哦 是善的多还是饿的多 它会影响着我们未来的什么 果报体 那叶种子本身是一种动力因啊 它是一种动力因哦 它就像机器的制作的那个动力 那它是可以转灭 它可以灭 哦 也就是说 在十二因缘法里头 我们说它有流转门 还有什么 还灭门 所以生死 生死是可以解脱的 是可以超越的 生死啊 是属于叶种子 一手 一手本身在管生死 一手的本身 一手习气 从我们有生之年的所造作的任何的东 因缘会产生未来不同的果报体 它是透过一手变异而熟 就像我们种了种子 结果果报是什么 是水果 是 是那个 从种子变水果 这个过程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异啊 好 所以 这个 转一 何谓转一 以 以 因缘 以这个什么 明言种子来说了 首先我们要转迷 起悟 第六意识 所以我们在 这个维续 八识里面 我们在八识里头 有它下手 的次第 其实在八识里头 修行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是第六意识 懂与不懂 关键是不是也是第六意识啊 能不能修会 关键是第六意识 好 那 当然我们 我们种很多的善因缘是修福吧 要有 众多的善因缘本身修福吧 但是我们要透过明言种子去转一 希望能够透过转一而慢慢慢慢向上提升 好 那何谓转一呢 就是要转迷 起悟 我们会迷在什么 向上头 但是悟在什么 法性 也等于说我们从现象 我们不能只有看表象 也不是只有 只有靠肉眼看 而要透过慧眼来看 所以慧眼的打造在哪里啊 在第六意识 叫做妙观察制 有没有 第六意识转世成智的最 最早转世成智是靠第六意识 要转为妙观察制的 这个妙观察就是要深观因缘法 而且要知道因缘法充满了平等性 因为因缘法是不是空性的啊 性空或者空性都可以 这个空性本身 其实就是在展现平等性 因为它在否定什么 特殊性 否定自性妄直的存在 自性的存在 这个是波瑞系的 但是 珍藏系里头是不是也有自性啊 我们平常也很常 常常讲自性 平常我们讲的自性 往往讲的是什么 佛性 珍藏系啊 所以要去寻找我们的心性 或者自性 有没有 那是珍藏系讲的自性 那是心性 那是佛性 跟波瑞系讲的自性不一样 波瑞系讲的自性是 单一 不变 时有的主宰性 的那种自性 它是特殊的 而去否定 所以这种否定式的符号 不只空哦 不也是哦 非也是 有没有 无也是 这些是不是都属于否定式的符号 其实佛法哦 难懂 会难懂在这些否定式的符号 就像心经 金康经 里面是不是这种 这种字眼很多啊 其实我们都是被这些给搞婚了 是不是 其实这些都是在讲因缘 在展现因缘的平等性 其实它在展现因缘的平等性 所以我们说 要能够转迷起悟的关键就是要摄像重性 不是只有看表象 而我们应该要升观因缘法的平等性 这个叫做转迷起悟 然后这里才可能怎样 转染成近 越迷越染 越迷越染 越露越近 它是会有影响的 好 之后呢 这个善就会多 紀錄的善就会多 恶就会变少 这个叫转一啊 当然 善恶的关键在这里 性决定是在第六意识 后面也会讲到五片形里面有 所处作意受想 私心所在决定善恶 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决定善恶 但是如果我们越知道 性功的话 越知道因缘充满平等性 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抱怨 也不会去怪别人 我们如果懂因缘法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因缘 因缘是不是自己才能够制造啊 我们每个人自己制造自己的因缘放进去的 然后这个果报是不是要自己去长寿啊 其实是怪不得别人啊 但是我们不懂因缘法老是怪别人啊 是不是老是怪别人 那就是迷在向上嘛 就是迷在向上 然后我动不动就是怪东怪西 怪父母怪施转怪什么 谁都怪 乃至怪上天不公平 对不对 其实因缘法是最公平不过的 各造各的因缘 各长寿各的什么 果报耶 所以如果我们转迷起悟 我们越理解因缘法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清净 因为我们迷在向上就会越染灼 就会越染灼 越染灼 烦恼痛苦就越多 恶就会多 善就会少 所以在明言种子这边的修行 因为有很多的什么 这个是植料因嘛 这些植料因很细密的让我们知道 整个的过程一些细密的 这些系统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才知道如何的跟 这个叶种子 因为这些植料直接 就会跟这边相应 而归类 而做了归类 所以我们要善的话呢 就是要越悟 越静 而是怎样 这边记录的善就会多 当然关键在这里 但是会回熏回来 是不是他就还是回熏回来 他会回熏回来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他这里是可转移的 但是这里是可转灭 它是可以转灭 可以了脱生死啊 可以灭掉我们的生死 什么时候能灭呢 就是在正德涅槃 如果是出果 只为自己的话 其实只要一点点的涅槃 二果 三果到四果 四果就可以解脱 四果就可以解脱 只要那么一点点的灭 那么一点点的涅槃 或者那么一点点的无肉的种子 就够了 就足以提供自己解脱 但是我们说我们在这里 在这种凡夫的生死轮回 所以痛苦的众生很多 所以呢菩萨道呢 他就是不忍心自己解脱 他因为他悲心重 他就用这个涅槃的职 去加会更多 去服务更多的众生啊 帮助众生解脱 所以他的量会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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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大家到尽虚空间 所谓的成佛 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杂染 所有的杂染都出清啊 其实所有的杂染都出清存货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三个阶段 其实跟我们的什么 第六、第七、第八很有关系 第一大欧生奇节处理的是第六 转为妙观察制 也等于断了三节 断三节啊 处理第六意识 那第六意识处理了 其实第七意识自然能转 我们处理这个不是只有处理这个 它是一起转 它是一起转的 因为因缘它互相会影响的 它会影响 这里能够转迷起悟 自己 这里自然就会怎样 转染成境嘛 所以 第二大欧生奇节就是 把这里的杂染呢 就慢慢慢慢的转染成境 它就没有了 第三大欧生奇节呢 处理的是这边的杂染的种子 所以 它一旦没有第七意识的时候 就不用再投胎转世 因为有第七意识的杂染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以下都是分段生死生 都是父母生生 只要有第七意识的存在 都必然要去投胎转世 因为第七意识自动的就会带着第八意识去投胎转世 去投胎转世 那到这里 因为它已经没有再杂染进来的 就必须把这些的杂染全部人家出清 所以到这边叫做变异生死生 这边叫分段生死生 这边就可以分生无数亿 我们只要有第七意识的存在 我们就没办法分生 那么对我们自己有执着 分不了生 所以呢要把这边都出清存货 出清完毕 这个就没有界限 这里出清完毕 这边也会 因为种子在这边嘛 果报在这边 这边也会完全清净无染 清净无染 成佛就是这个样子 没了 完全的清净 净虚空间 因为没有杂染才能够 所谓的清净才能扩大 杂染就是有界限的 那个叫做法身 佛陀的法身 净虚空间 佛陀的法身 但是佛陀 原正的法身 其实佛陀也用他圆满的报身 圆满的报身 来度化登地上的菩萨 那对我们这些地前的菩萨怎么办 用化身 用化身的方式 我们有生有灭嘛 所以佛陀 以释迦摩尼 希达多太子的身份出现 其实要跟我们共业 才能够跟我们共住 共住了是不是 才能够注释一段时间 来为我们说法 那因为他有生必然有灭嘛 所以他会入灭啊 但是他法身长存啊 法身 法身是净虚空间的 清净无染的 那是法身 那因为佛陀对 因为上面呢 其实 并不是成佛就完毕了 所以这里还是有个箭头 还是要继续 没有止境的 无中的未来 所以用圆满报身 来度化登地以上的菩萨 用化身 有生有灭的化身 来度化我们这些 地前的众生 就是凡夫啊 地前菩萨 还没有登地以上的菩萨 好 来为我们说法 好 让我们有机会依法修行 佛陀如何的成佛 其实都是依法 依着真理法则 到真理现象的现前 到尽须空界而成佛 所以佛陀 他的法身是自在无碍 佛陀的法身尽须空界的 佛陀的法身是尽须空界的 所以只要我们 心中有佛 是不是都就可以跟佛相应啊 那所以我们说 圣者就是正得一分的法身 在慢慢慢慢慢慢变大嘛 人人是不是都可以成佛啊 但是要正确才可能啊 不正确就不可能了 有时候 插之毫里 失之千里啊 如果插出去就很难回 回到这个正道上面来 好 那 在这个第二百 六十八页 所以所谓的这个事变 还包括熏息 种子起现行 现行再熏回去 现行熏种子 由本有的种子到什么 新熏的种子 新熏的种子是不是又变成本有的种子 还要代元而生嘛 所以会有所谓七转世 那在二百七十页 二百七十页这里 会有无法事理为事 有没有 那 我们在第一 这个图表的 这个画的图 图解的第四页 这里也有个五位摆法 有没有 五位摆法 也就是说 因为维世系 因为有前面说一切有不 的基础 所以呢 会把整个宇宙人生间的所有一切现象 所有一切现象去做大的归类 做大的归类很像到图书馆 我们到图书馆要去找书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找大的分类啊 因为书那么多 是不是就是要去归类归类归类 归到哪一类的 我要找什么样的书 然后再去找细部 对不对 所以 因为 说一切 我们维世的前身是说一切有不 所以它会从现象上来做归类 从现象上来做归类呢 叫做有违法 因为有所照做是不是 就会原生出现象来 但是这个现象又不稳定 它也会圆灭啊 所以 以有违法相对的是不是就叫无违法 那违世它重在什么 现象上嘛 那个现象也就是在讲这个像 那这个有违法里头呢 就分出相应法跟什么 不相应法 何谓相应法呢 就是跟心法设法相应 心法呢 分了心王跟什么 心所 所以这样总共有五位 有五大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有五大类 那心王 有八个 就是八世 我们这样讲的八世是心王 心法当中的心王就是能 我们在第六一世的思考本身也是能思考的 能思量的 能益熟的第八世有没有 能了尽的前六世嘛 这是能哦 它有所 所相应的 所相应的 情绪的变化 总共有五十一个了 不过是 第六一世才有 前六世 以八世规矩上来讲 它分了 第六一世五十一个心所都有 是第六一世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 在修行上要下手是从第六一世 因为它 它周全 也就是 我们用第六一世 本身就像一个心王一样 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身体好像分成八个部落好了 我用一个最强的部落来领军 是因为我的兵多 所是属于心王的啦 第六一世 第六一世 有五十一个心所 前五世 如果是八十规矩送的话呢 它这是三十四个心所 第七呢 它有十八个 第八它有五个 它有不同的心所 第六最多 最强 可塑性最强是第六 当然以 我一世三十送 因为它合在一起讲嘛 它合起来讲 它就没有去分 总说还是从了境开始 比方听经文法本身是不是也是了境呢 能变啊 也是了境能变哦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了境啊 了别境事嘛 了别我们现在的一些现象 然后再从这些现象更深到什么 因缘 那时要去打造慧眼 所以它有不同的心所 这是心所的数量 这个心所的数量在我们 这个打字的这一篇里面 就可以看到 前五世 好 有没有 这里有个相应心所 第六世 五十一个都有 有没有 前五世只有三十四个 第七意识有十八个 第八意识有五个 它是不同的心所 所谓的心所 属于心王所用 跟他相应 心所是为心王所相应的 所以我们就讲嘛 这个心王 何谓心王呢 因为他一切最圣故 最大的关键是心王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八世 有没有 要学维世 因为在整个五位白法当中 它是最大的关键 这是不是最大的关键 属于心所的部分 它是最多的 它是最多的 那所谓心所就是 它是附带的 是跟它相应的 不同的心王有不同的 有不同数量的心所 就好像 这八世就好像 可以分成四种小队长 对不对 它都领不同的队员 那第六意识的队长最强 它的成员最多 它五十一个成员 那是不是比较做得了事情 比较有力 比较有能力 它的可塑性比较高 那总说 当然这个就是 以最多的来算 所以心所就是 跟心王所相应 那这是属于心法 之外就是色法 色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根 根哦 根身 根身本身是物质所成的 还有色身相畏处 的静 就像我们刚刚 我们讲的这个 有根 有静 有什么 是 五根 加五静 再加一个五表色 五表色总共有十一个 总共有十一个色法 那不相应法有二十四个 无为法有六个 所以合起来总共 一百个 所以叫做白法 有五位 有五大类 心王 心所 色法 不相应法 跟无为法 跟无为法 那这个的内容呢 其实在我们的这一章的第三页 这一页 在这一页里头 就是它的细部 因为心王有八个嘛 对不对 心王八个 心所有五十一个 色法是不是有十一个 根 还有静 还有一个叫法处所色色 也就是五表色 这个以后再讲 它有不相应法 何谓不相应法呢 就是非心非色 不是心法所能影响 也不是色法能够影响 那是像什么样子的呢 比方我们这里讲说 命根 我这个命根 我这辈子到底能够活多长多久 不知道耶 不是我心里所想的就能够达到 也不是说我一定一直锻炼身体 就一定 非常受不可 没有 不一定 因为它太多变数 它这里面都还有业力因缘的问题 所以呢 就像我们这里说 生老病死啦 无常啦 流转啊 这些不是我们只透过心法或色法去能够影响它 所以这叫做不相应法 有二十四个 那无为法有六个 无为法呢 比较属于理性界的 也就是真理的现象 真理的现象 真理的现象 如同虚空一般 这个虚空我们也没办法去造作它耶 是我们造作完毕剩下的就叫虚空 是不是 有折灭 我们的折灭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做折灭的一个就是希望来到的无为法嘛 还有一种叫非折灭 什么叫非折灭 因缘不成熟 它根本就不存在 就像现在要选总统 好几组人 只有一个 只有一组人会当选 其他都叫做非折灭 呵呵呵 有空就没成熟嘛 就没机会当选 好那哪一组当选呢 它还是原生原灭 是不是有它的任期啊 它也要下台耶 好那个叫做 好所以这些都合乎真理的法则 好所以透过折灭非折灭 还有不动还有受想灭 灭受想定啊 真如就是真理的现象 好 禁虚空界的真理现象 这个都属于无为法 是无法造作的 这是无法造作的部分 好那这叫无为法 它少 因为为是种什么 种下 种在有违法上 好我们在堂课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灯 慈悲之夜花莲中心 举办起见三天 消灾操建祈福法会 礼拜三千佛明经 礼拜三千佛明经 点灯 供水 护生 药供 即甘露诗食 功勤法务三众 共同领众 日期 3月18日星期六 至三月二十日 星期一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 一百六十号 电话 零三 八三一 一六七三 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大家好 我是盛竹如 接种COVID-19疫苗 可以降低感染后的重症与死亡风险 为了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亲友 我已经接种第四剂疫苗了 除此之外 维持防疫好习惯也很重要 戴口罩 勤洗手 如果有疑似症状 可以先做快筛 也请多关心年长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亲朋好友 疫情变化多 请您与我一起完整接种疫苗 备妥防疫物资 落实防疫 互安抗 生命电视台 新的一年 生命电视台邀您继续收播崭新的节目 让大家都能透过媒体认识到佛法的慈悲与智慧 祈愿所有众生都有经文佛法的因缘 将来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倍 特定于新春期间 一百一十二年 一月二十九日 即三十日 共两天 举办金光明经法会 恭请慧太和尚慈悲主法 大众在主法慧太和尚带领中 恭敬虔诚的诵念 佛徒又说道 吉祥颤终胜 能灭一切罪 净除诸恶业 吉消众苦患 常与无量乐 一切至根本 诸功德庄严 近年来乱象频繁 造成大多人焦虑不安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与拥有安定的生活 读诵金光明经 来止息世界上的暴力与战争 这是很重要的法门 更是带来和平最有利益的方式之一 相信这不可思议的力量能瞒你所愿 并带给一切友情和平喜悦直至佛果 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共同来祈愿与祝道 生命电视云林采访报道 佛学尝述 生命电视云林采访报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出家人的鞋子上有六个洞 为什么出家人鞋子上要有洞呢 是为了比较凉爽吗 还是为了透气呢 而不是 出家人的鞋子上要有洞 代表低头看得破 我们头一低看到有鞋子上有洞 但是做人处事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学着谦卑低头 而且呢看破 就是说出家人的鞋子有他的法力 让我们能够学着低头学着看破 那进一步六个洞代表六波罗命 为什么不是坐在衣服上而要坐在鞋子上 代表六波罗命的休闲 是要用脚去实践它 是要去实行它 所以出家人的鞋子一看到六个洞 就要反省自己 我们有没有在力行 在实践六波罗命呢 我们有没有慢慢的透过六波罗命 而迈向成佛之道 这就是生死的代表毅力 是万能的 是万能的 优优和全世界 有第四位 不信任习近的 发生的蜷蜡 事实不忍乱 不信任习近人 就是万能的